现在我们公寿上帝的话 翻开圣经 记载于旧约创世纪32章 22到32节 在新标点和和本第33页 翻到的人 我来念大家来听 他夜间起来 带着两个妻子 两个侍女 并十一个儿子 都过了雅伯渡口 先打发他们过河 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 只剩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让人见自己胜不过他 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那人说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 你名叫什么 他说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上帝与人教力都得了胜 雅各问他说 请将你的名告诉我 那人说 何必问我的名 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 比鲁伊勒 意思说 我面对面见了上帝 我的性命能得保全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 雅各经过 比鲁伊勒 他的大腿就起了 故此 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金 直到今日 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金 愿上帝是福 给听他的话 又去行的人 阿们 接下来我们请陈牧师 为我们正道 他的题目是 从旧人到新人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要透过 雅各 他的生命当中 一个很特殊的经历 就是雅各在雅伯渡口 来遇到上帝死者 被摸到 被触摸的那个经历 我们来思考 在我们自己的 灵性生命当中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经文的解释 我们要看的就是 雅各 他的生命的特质 创世纪从25章开始 一直到32章 一直到32章 就是这个雅各 他的故事 一整段的 非常精彩的记载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雅各他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很奇怪 很特殊的一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就是 他出生的时候 他是抓着 他的哥哥的脚后跟 来出生的 所以 这个 我们看见 这个雅各他的出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 很奇特 很不平凡的一个出生 在创世纪25章 我们看见 以撒 他替他的太太 利百加 祷告 祈求上帝 那么他就怀孕 本来他是没有怀孕的 后来他祷告以后 神就让他怀孕了 这个怀孕呢 他肚子里头 所怀的胎 就是双胞胎 因此呢 这两个孩子 在他的母亲的肚子里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那里 彼此相争 我们晓得说 小孩子 他们是最不会 掩盖自己的内心 那个个性的 他的天然的本性 很容易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很自然的显露出来 那么我们看见 雅各他出生的时候 他是抓着他的哥哥 以扫的脚后跟出来的 那么他的生命的特质 在这里就完全表露 他就是这样抓着 抓着抓着出来的 这就是他的名字 他叫做雅各 那个名字就是抓的意思 抓住的意思 这也就是他生命的当中 一个很强烈 很强烈的特质 那么这个特质 影响了他的一生 第二个特质就是 他买了长子的名分 我们晓得 这个雅各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 少年的时期 他就已经知道 他和他哥哥之间 会有这个长子名分的斗争 所以他就用诡诈的方法 用一碗红豆汤 他就买了他的哥哥的那个长子的名分 我们晓得在中东的地区 长子的名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长子的可以继承双倍的这个遗产 家产 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只有两个孩子 那么他爸爸的这个财产要分成三份 那么长子继承两份 第二个儿子继承一份 如果有五个孩子 他的财产要分成六份 然后长子可以继承两份 其他的人一个人一份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长子有特别的一个 神的一个赐福在他的身上 那么这个雅各 他就想办法用这个红豆汤一碗 就买了他的哥哥 以少那个长子的名分 那么第三个特质我们看见 他的生命的当中 就是用骗来的上帝的祝福 他父亲的祝福 虽然他不知道说 这个祝福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他既然是父亲的祝福 那么他就是想要 他想要 圣经里面说 这个雅各 他为人安静 但是我们发现 他的生命的里头 有很强烈的要抢夺的那种的基因 那么第四个特质 我们看到的就是 他夺来的 他旧父的产业 甚至我们看见 他因为逃亡 逃到他的旧父拉班的家里去的时候 他还能够用办法 想办法 把他旧父的家产 把他夺过来 所以我们上面所说到的这个试点 就是雅各他生命当中的这个特质 他这样抓 这样子买 这样子骗 这样子夺 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子做呢 因为就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的缘故 就是他生存的里头 有很多焦虑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雅各他一生不断的在抓 在买 在骗 在夺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他的生命当中 他就有了那个安全感 他的生命当中 仍然有很深很深的 那种很强烈的生存的焦虑 我们所谓生存的焦虑呢 就是 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有那种说不出来的 讲不清楚 说不明白的那种 那种东西在里面 那个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心不平安 好像就是说 我们很怕会失去什么东西 或者是因为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那个心灵里面 那个不满足感 心灵里面那种的空虚感 你要叫我说 说不明白 要叫你讲 你也讲不清楚 就是里面就是有那个东西 有那个东西存在 那就是你焦虑的那个根本 那个空虚感 不满足感 那么我们看见 这个雅各他生存的焦虑 他有四点 第一点就是 他的哥哥对他的生气 我们在《创世纪》27章 第41节到45节那个里头 我们就看见了 其实那种焦虑感 就是人类 怎么讲 有形无形的当中 很自然的就有那种的感觉 那种的焦虑 那么雅各他的生存的焦虑 就是因为他买了他哥哥的 那个长子的名分 然后他用欺骗的手段 夺取了 他的爸爸应该要给他哥哥 以扫的祝福 他把他夺过来了 结果呢 他的生气 他的哥哥非常的生气 为了要杀他 所以他的母亲就告诉这个 20节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 那个雅各 他离开他的家 他要去投奔他的舅舅的时候 走到旷野的地方 他要去哈兰 他舅舅那里去 这个时候的雅各 他是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一个人 他离乡背井 那么在那个时代 旅行在外面去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危险的 是危机四伏的一个情况 那么他必须要跟其他人一起 结成一个队伍 来互相的照应 才有安全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见孤单的雅各 来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太阳下山了 人也累了 世下都没有别人 他就枕在一块石头上面 他就睡着了 他的心中 有很强烈的惧怕 他怕野兽来吞吃他 他怕陌生的族群 在四周围 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人居住在那里 他怕那个陌生的族群 来磨害他 但是就在雅各 他最不安的时候 最感觉到 不平安的时刻 上帝在梦中向他显现 上帝把这个平安的应许 赏赐给他 上帝把这个平安 放在他的生命的里头 即使是这样 但是这个雅各还是没有安全感 这就是人离开了上帝以后 生命的当中最深层的一个焦虑的感觉 人离开了上帝 跟神失去了那个亲密的关系以后 那个心里面常常就觉得不安 心里面常常就觉得不踏实 这就是这个雅各的第二个 那个生存的焦虑 茫茫苗苗的前途 第三个 他的生存的焦虑是什么呢 就是他被欺骗的工资 以后我们就看见 按照这个故事一直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看见 雅各来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 为了他的舅舅 做了二十年的工 雅各一直都活在生存的焦虑当中 他来到了哈兰 他来到了舅舅拉班的家里 也是一样都没有改变 雅各他遇见他的舅舅拉班 这一段的记录非常的精彩 我们看见 他们这个家族就是骗人的家族 骗人的家族 他们都是骗人的高手 在他们的血液里面 在他们的DNA里面 都有大量的 那个欺骗人的那个基因存在 我们看圣经的记载的时候 我们了解雅各 他是一个很擅长欺骗 很狡猾很诡诈的人 但是呢 他的舅舅拉班比他更厉害 雅各他服侍了他的 那个舅舅拉班二十年的当中 拉班十次改了他的公价 那么其中十四年 他是为了娶他的 那个拉杰为妻子的时候 替他的舅舅拉班服侍他十四年 但是我们是雅各 在那种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我们也是一样 会有很深很深的那种 生存的焦虑 第四个生存的焦虑是什么呢 我们看见他雅各 从拉班的家里 回来要回去他的故乡的时候 在后面 拉班追杀他七天 因为 拉班对雅各不诚实 所以雅各心里也不舒服 他要离开这个家庭 要离开这个家 舅舅的家 要回到他父亲的家那里去 那么在回乡的路上 他心里面还是不平安 因为后面有追兵 是他的舅舅来追杀他 拉班用了七天的时间 来追杀他 那么第五个生存的焦虑是什么呢 就是他要回到家乡的时候 前面 前面 是他的哥哥 姨嫂的那个地盘 他要面对的就是他的哥哥 面对哥哥的那种金黄 他想到二十年前 他的哥哥的愤怒 他心里面就坎坷不安 这个时候 这个雅各他的生命当中 最危机的时候出现了 虽然年轻的时候 他也有生存的焦虑 不过那个时候 他的生存的焦虑是什么 只是能不能活下去的 这个问题而已 当时是好汉一条 一个人吃 全家都饱了 但是呢 现在他要回到他故乡去的时候 情况就不相同 因为他带着他的妻子 带着他的儿女 带着他的羊群 带着他的牛群 他现在会损失的东西 特别多 以前年轻的时候 单独一个人 孤身一人的时候 那一个人吃就全家都饱了 很简单 现在不是 现在因为有家庭 有太太 有小孩 有财产 特别的多 所以这些东西要舍弃的时候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特别是我们人都有一个体验 我们来到了中年的这个阶段 我们积蓄了很多的东西 这些东西你要舍弃 真的是你会考虑 每一次搬家的时候 我们就要丢掉一些东西 但是看到这些东西都是 花钱买来的 还能够用 舍不得丢 舍不得丢 所以就累积下来 一直累积下来的时候 你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不容易丢弃 那个取舍之间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雅各 他现在要回去见他哥哥 要回到他故乡去的时候 他那个要舍弃的东西 就很不容易做决定 那么这五点就是 讲到雅各他的生存的焦虑 还没有安全感的地方 就在这里 第三我们来看 雅各他的救人本性的破碎 在雅各的他本性里面 刚才我们讲到 他就是抓 就是买 就是骗 就是夺 这些很不好的手段 后来被上帝 一个一个把他击破 在这里我们看见 很重要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 雅各他本身 他有上帝的祝福 上帝亲自的祝福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描写 虽然雅各有那么多的缺点 但是雅各有上帝亲自祝福 这个歌来讲 上帝的祝福一直都在他的身上 从他出生的时候开始 上帝就拣选了他 当他到伯特利 上帝对他说话 而且应许他 到了他那舅舅拉班的家里 连拉班都这样说 拉班他这有这样的看见 所以我们回顾雅各的他的生命 我们看见 时时刻刻都有上帝的祝福 在他身上 我们也发现说 雅各他这个人 他的救人的本性 是很复杂的 雅各他本身 他确实是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 但是他却仍然是在 救人的生命里头 那个先天的抓 骗 这个夺 买 或是这个抢夺 这种旧的习性 仍然在他的救人的肉体里面 虽然上帝要祝福他 硬是要给他 把这个福气给他 但是雅各他还是一样 他不能够领受 他还不能够领受 就是这个很悲惨的地方 我们晓得说 有一个经历就是 当我们要跳到水里面去救一个 快要淹死的人 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我们就是把这个人把他打昏 打昏了以后 使他不再用自己的方法来求生存 若不是这样 他不断的挣扎 他甚至会把你一起拖下去 让你也淹死了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成分 就是上帝要祝福我们 但是我们仍然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在那里求生存 在那里不断的挣扎 在创世纪32章的后面那个部分 我们看见雅各 他一方面祷告 祈求上帝恩待他 一方面他又自己想出计谋来 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 那么这就是他的救人的生命里头 那个抓 那个买 那个骗 那个夺的本性 还没有死掉 还没有死掉 他想要用送礼物 来给他的哥哥以扫 来躲避这个生存的危机 然后第二点在这里我们看见 他在亚伯的渡口跟神相遇 当上帝在亚伯的渡口 遇见雅各的时候 雅各挣扎到了极点 那个时候雅各他不知道 那个来的人是到底是敌人或是朋友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惊慌 他把所有的救人的本性 救人的那种力气 通通都拼出来 通通都拼出来了 那么在亚伯渡口 跟雅各在那里摔跤的究竟是谁呢 在荷西亚书第十二章 那个里头有讲到 雅各他是跟天使 也跟神在那里教力 并且得了胜利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是上帝的使者 来到那里跟他教力 也代表了上帝的力量 雅各把他的救人生命当中 所有那个强势的力量 通通都倾倒出来 通通都使出来 跟这个人来教力 结果在表面上来看 雅各是赢了这个人 因此神的施责 后来就告诉雅各说 他说你于神于人教力 你都得了胜 你于人于神教力 你都得了胜 这个就是叫做以色列 那个意思就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见 这个雅各 他是输了 他是输了 他的救人性格的当中 那种很强势的力量 因为被天使摸了一把 他就变成软弱了 他就破碎了 他就扭到了 他就跛脚了 我们看见 当人跟神相遇的时候 人一定会被神改变 然后我们看见第四项 就是雅各他从旧人变作变成新人 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 在雅伯的渡口 雅各跟上帝的死者较力的过程 最后我们看见就是说 上帝的死者摸了他的大腿一把 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 结果雅各他就瘸了 瘸了 那个字 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脱臼了 脱臼了 我们晓得 关节如果脱臼了 这个人的力气就死不出来了 你的腿上的关节如果脱臼了 你就没有办法站起来了 人就没有力气了 所以这一摸让雅各 从他的本性 他的救人的 很强势的那种情况的当中 就跌入在救人的那个软肉的里头 但是这也是一个机会 一个转机 就是他能够跟属天的能力 结合的一个机会 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就得到了 所以我们看见 雅各他被上帝的使者 一摸 他变得软弱的时候 他就抓住上帝的使者 对他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将会爱得到这个教育 没得到兄弟教育 没得到你的教育 不帮你去 不帮你耍 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 我需要你的能力 和需要你的祝福 所以当雅各 这个救人 他的强势 救人的强势 被破碎的时候 他就抓住了 从天上来的力量 从此以后 我们看见 这个雅各他的生命 有了很深很深的更新 那个更新是比改变更强烈的 他的救人的本性 那个强势的部分 那个要抓 要抢 要骗 要买 要夺的那种性格 以及他为了安全感 而奋斗的 那个焦虑 生存的焦虑 都已经消失了 这个雅各那个时候 就成为上帝 大大祝福的新人 在哥林多后书 我们常常 读到的这一段经节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那么从这个时刻开始 雅各他的生命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柔软 处处就依靠上帝 他无论来到什么地方 他都求告上帝 无论什么事情 他都带到神的面前来 当人们在遇见这个雅各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雅各了 他已经变成以色列了 他不再抓 不再买 不再骗 不再夺 他是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在创世纪的最后的那个阶段 我们看见雅各他年老的时候 为他那个十一个孩子 来祝福的时候 上帝已经是 他已经是上帝手当中里面的 那个器具 他祝福的时候 有十二个孩子 不是十一个 十二个孩子 他为这个十二个孩子 祝福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上帝手里的 一个工具 是上帝可以用他来 向这个世代 来祝福的一个工具 当以色列 为着他的儿女祝福的时候 我们看见 其实呢 他是已经进入到一个 超自然的新人的 那个地步里面去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为他儿女们的祝福 这个都是 每一句话都是 从上帝那里来的 他预言将来 所要遇到的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 雅各已经在他的灵里头 在灵界里面 他已经看见了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雅各 他已经脱离了那个自然人 脱离了那个旧人的本性 进入到一个新的属灵的范围 成为上帝可以使用他 来祝福这个世界的一个新人 最后我们来看生活的应用 当我们在思考 雅各他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看见雅各 他的旧人的生命当中 那个抓 买 骗 夺 那种天然人的那个特质 这个特质 也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或多或少 我们都有这一些部分 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生活的困境 我们的生活的艰难 也常常带给我们 我们说不出来的那种生存的焦虑 不安全的感觉 但是我们借着雅各 他的旧人的本性 他的生命被破碎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唯有天然人的本性 那个强势的力量 被上帝摸到了 被上帝触摸以后 被破碎以后 被成为软弱以后 那个时候上帝的力量 可以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来夸口 就像使徒保罗 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第九节所说的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完全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宗教改革的先驱 所以这个马丁路德 他曾经这样说 他说 苦难是紧接着在洗礼 和圣餐 第三个圣礼 我们晓得基督教 只有两个圣礼 一个就是洗礼 一个就是圣餐 天主教有很多的圣礼 包括结婚死亡的 那些典礼都是圣礼 但是我们基督教 只有两个 一个是圣餐 一个是洗礼 就是这两个 那个马丁路德他说 苦难 苦难是紧接在洗礼 和圣餐之后的 第三个圣礼 虽然我们在 借着洗礼 能够确定自己 跟基督联合 又经过圣餐 与基督的性情有份 但是若是没有在苦难的当中 来破碎我们自己 所以那个不论你怎样洗礼 不论你怎样圣餐 跟神的恩典有份 都没有办法彰显神的大能 所以我们受过洗礼 也领受过圣餐的人 我们必须要再用苦难 来破碎我们自己才行 我们看见雅各的生命 他从抓 从买 从骗 从夺 来变成一个受祝福的人 从抢夺 变成一个放手的人 从挂虑 进入到神的安息里头 那么这是一个 很成熟的生命的表现 我们都很羡慕这样的生命 所以我们求上帝 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当中 来做主 来掌权 假如我们的生命 有需要受打破的地方 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需要被破碎的地方 受对付的地方 我们求上帝亲自来摸我们一把 触摸我们 这样可以使我们的生命 从救人的那个本性里面 强势的那种抢 骗 夺 这些旧的那个习性的里头 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里面 就是超自然人的一个新的力量当中 我们才能够容神一人 像雅各原来的本性是不好的 但是被神触摸以后 他就改变了 进入到超自然界里面 成为一个新创造的人 有新的力量在他的里头来发出来 就成为神祝福世界的人类的一个工具 但愿我们都能够像雅各一样 从雅各变成以色列 从旧人变成新造的人 一同来感谢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借着雅各他的一生 让我们看见 雅各进入到以色列的那种境地 从旧人进入到新人的那种境地 主啊我们真是需要破碎我们自己 我们真是需要在我们的本性里头 有许多不好的地方要来对付 我们求神你自己 加添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特别也求神来摸我们 触摸我们 让我们能够明白自己的软弱 让我们舍弃一切自己肉体 所造成的这一些不好的脾气 个性统统能够改变成为新造的人在你面前 也让我们成为神祝福世界的一个工具 主啊这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我们努力的目标 求神你与我们同在 继续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将感谢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